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今集和大家看幾樣東西。 澳門昨日旅客去到55,000,創了疫情之後的新高。 55,000人昨日週六,比想像中復甦了很多。 因為現在就算是酒店房也爆滿。 一些比較不是升級或度假村的酒店已經要訂房,訂到千多元。 我們就給大家看下今日的現況到底是怎樣。 有網友來到澳門玩,玩的時候拍了一下官也街, 現在給大家看一看官也街的現況。 這裡就是官也街,看到現場情況。 幾多人排隊,食牛雜排隊排得很誇張。 而這個區域也是滿了人的。 是比黃金周好好多。 去年都未有去到大概55,000人一日。 現在是平日了。 可以做到這樣的情況,幾這麼誇張。 你們看下。 這條龍排隊排得很厲害的。 跟著我們轉一轉片, 這條片也是官也街, 但是它直行的。 我們一起看它吧。 想它直行啦。 去到前面安德魯那邊就比較人多。 這間牛雜也有安排。 現在變成旅客就喜歡來澳門排牛雜的。 基本上我在這邊只看影片來算是人山人海的。 那當然啦。 你說跟疫情之前比還有一段差距。 那手信店都有人在賣下東西的。 那我估計這邊的店舖新年後很快會全部租出去的。 現在走路都是要慢慢走慢慢走才可以走得到出去咯。 不像以前那樣直行直過咯。 那其實如果你說復蘇到現在是這麽好事來的。 我覺得那起碼大家有機會 份工是叫保得住咯。 那薄企可以賺回多點錢的話, 那它現在亦都會開始請人。 那現在有幾間薄企是開始做招聘的。 那可能人手不夠咯。 那走到出來咯。 那我們那一立眼, 那手信店是沒以前那麽旺的。 那這裏試食當然多人啦。 那是比想像中好好多咯。 那我估不到是今一日或者是昨日是可以突然之間去到5萬人一日的。 那另外給大家看兩張圖片咯。 那雖然你說現在是復蘇得幾好、幾唔俗。 那如果我們再看回現房、夜晚這個情況呀。 那其實都幾骯髒那撻的。 那不知為何呢? 那有遊客呢? 那你看這裏兩張椅子, 那是觀野街走過來少少的。 那是放滿那些兜、垃圾在那裏。 那附近沒有垃圾桶的嗎? 那我就不明白為何要這樣擺咯。 應該走過去是有垃圾桶的。 澳門垃圾桶的覆蓋率是好高的咯。 那其實這點政府要注意一下咯。 因爲你澳門作為一個旅遊城市, 如果是垃圾放在到現在這樣的款的話, 是好影響使用的。 那其實除了這張相片之外, 還有另一張。 那這些相片就網上見到咯。 那你看到咯。 後面有人收垃圾。 那這些位是幾誇張, 是擺到咯。 即是你這張和剛才那張, 都是同一個位置來的。 但是那些垃圾就不是同一堆垃圾。 你看到咯。 是人多咯。 沒錯咯。 是非常之好。 那對經濟很好。 但是那些衛生問題呀。 或者是那些影響使用的問題, 政府亦都要好好地咯注意一下。 因爲你有咯多資源去推旅客, 但是這些旅遊區, 你自己其實你預了它是人多咯。 那應該是要放回多些資源下去咯。 譬如, 你擺多些清潔在那裏咯。 或你擺多幾個垃圾桶在那裏咯。 你一定是預了那些遊客是無首尾咯。 即是你, 你不可以要求他咯咯咯咯咯。 那你反正你旅遊區, 你最多人買牛雜的地方是哪裏咯。 你一就是板像堂那邊, 第二就是這裏咯。 那這裏你擺多兩個垃圾咯。 或者你擺多幾個清潔在那裏咯。 有垃圾桶那裏推車那裏的清潔咯。 那我幫他做一做咯。 你都好難要求到那裏咯咯咯。 難道你擺幾個野在那裏, 擺幾個警察在那裏罰他錢咯。 你罰完他錢, 下次不來咯。 跟著又槍水來澳門咯。 那是沒辦法咯。 唯有是自己政府方面做好咯咯。 好咯咯, 今集和大家看了這些現況咯。 那為何會這樣拍咯呢? 因爲試下, 這樣上了鏡, 這樣出片咯。 我不用用那多素材咯。 那裏的影片我直接CAP把新聞圖在裏。 那我不知道這種方式大家都不喜歡咯。 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咯。 大家有咯想講咯, 下邊都留個言咯。 還有咯, 記得訂閱咯我們頻道咯。 下集見咯, 拜拜!